華山基金貴 照顧不照 特期專輯 希望可以和志工大家來分享自己過去的故事 這次他們就要在中興新山31河的村口 來規劃一廳公益特點 其中 回家購買的各主題 來電出一些阿公阿嬤所提供的早期商品 以及用具點點 電期對26個到29個 也要請大家做回來看電影 並且關閉我們下課的店舍 建設廳、財政廳、農林廳 都在港華山路上 當初 台灣生建戶才能在中興新山 阿嬤的工作就是在農林廳的住宅 也是到中興新山做工作的第一代基民 現在已經90歲 自己的阿嬤總是告訴年輕時的故事 這次華山基金貴 就像要替所有服部的中架 辦理一項展覽 但是阿嬤和中一些早期的用品 跟老送品頂頂 服務的長輩裡面他們很多東西 他們很消滅 所以家裡有一些東西 可能是30年40年50年前的東西 都還一直留著在家裡面用 那我們也特別透過這次的展覽 把這些老的東西 老的寶貝跟我們的策展結合在一起 然後把東西帶到現場來 那也由我們的長輩來告訴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這些老東西的一個背景故事 儀式開始 請拉 這家的展覽 以回家看看為主題 希望在前出幾天 16到19號 邀請大家一起回來看看 當一種安排這麼多去中架 和大家一起分享過去的點點滴滴 讓大家有一種回去處理 聽阿嬤阿嬤說自己的感受 那回家看看這個展覽呢 其實就是顧名思義 它就是主題回家看看的意思 因為我們大家都 年輕人北漂啊 或者是說我們就外地工作 都很少很少回來看看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長輩 那尤其長輩的部分呢 他們又是最需要最需要陪伴的人 那其實你只要回來看看你的長輩 跟他分享一點點故事 他也會很樂意很樂意的跟你分享他的故事 這張展覽也將會模仿 特技中架的生活空間 既安排體驗區 讓一般民眾 拿回他們生活的感受 希望大家做會關懷社會的續續中架 加接收後頂部的行列 現在是市場報導